本的消息 为不断提高新闻发言人和网络评论员业务素质 积极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正确引导舆论 9月8号 县委宣传部组织各单位新闻发言人和群线网评员进行了业务培训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丽亚在开班仪式上讲话 她全面分析了我县新闻发布工作和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现状 周丽亚指出 随着大众化媒体化数字化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 新闻传播渠道多种多样 尤其是互联网 已经成为覆盖广泛 传播快捷 影响突出 发展市头强劲的大众传媒 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战场 面对新形式下新闻发布和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要求新闻发言人和网评员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认识到做好新闻发布工作 是宣传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 扩大对外开放 提高吸水知名度 推进政务公开 建设阳光政府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明确工作职责 从五个方面提高新闻发言人的自身能力 一是提高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的能力 二是提高驾驭工作的能力 三是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四是提高引导舆论和公关的能力 五是提高运用和管理互联网的能力 提升五线新闻发布和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水平 最后 周立亚要求学习人员要以这次培训为契机 加强学习 注重平常业务知识的积累 并学以致用 做高素质的新闻发言人 做正确网络舆论的引导员 为吸水的和谐稳定 做出贡献 培训学习中 黄刚市政府新闻办发言人于斥 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格飞 还应邀为学员授课 分别就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 网络舆论引导 如何提高与媒体沟通能力 积极应对突发事件的主题 做了业务讲解 培训结束后 教育 建设 交通 卫生等单位新闻发言人 当场模拟举办了一场 别开声面的新闻发布会 回答了记者提问 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感谢观看